大家好,前两天我出的一期节目就说中国官员逆向选拔的问题 由于他是逆向选拔,所以选上来的官员就是最坏的那一个 这个话题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 实际我说的逆向淘汰只是中共国众生态中的一种 实际现在还有一种思潮对这一代人是影响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就是文革思潮 有人说文革就像是一场瘟疫 经过文革的洗礼,有人终身免疫,有人终身带毒 我深深的赞同这种观念 因为我以前在节目中也说过很多次 就是说中国怎么变好呢 也许我们这代人全部都死去以后可能才会变好 而且我经常举例子,就拿摩西出埃及那个例子 就是说那一代犹太人啊,他必须要在旷野上游荡四十年 而且通空死去以后,他们才能到达迦南腹地 跟现在中国的这个情况呀,是有近似的地方 就是文革这一代如果不死去,那么这种文革思潮呀 他将无法消除,总是以各种方式呢,成砸泛起吧 最近网上呢,还流传了一张照片 我觉得呢,也挺有代表性的 就是洪小兵的照片 而且网民评论啊,也是一争见血 说呀,他们也许是你的上一代 他们也许呢,还是你们的下一代 我觉得这个啊,说的比较中肯 看看现在中国这种五毛粉红的作范 那和当年的红卫兵有什么差距呢 对不对,甚至都达到了义和团的那个程度 看看中国现在这个舆论场上呀 批判莫言的,宣传文革那套思想的 甚至他们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 连胡锡进也开始批判了 这两天还有人说呀,准备起诉胡锡进 所以啊,这种文革思潮呢 在不断的泛起,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那么张太公啊,在做节目的时候呢 我一般是一种聊天的风格吧 就是跟大家来聊这个事情啊 那么这两天呢,网上有一篇文章 我觉得非常好 实际上我对这些能写的人啊 我是比较佩服的 因为我做节目的时候呢 我一般没有什么草稿 大不了呢,是找一些资料偶尔列个机缸 就是这种闲聊的风格啊 那么我看到这种好的文章呢 我也是由衷的佩服 我也想拿出来啊,跟大家分享 那么这篇文章是啥呢 他的题目叫后发的文革恶果 就是说现在啊,虽然文革结束了 但是文革的这个恶果呀 现在还在显现 大家想想12年前啊 温家宝总理退休的时候 他当时就说啊 现在文革思潮呢 又在回头 而且他说啊 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能跟上呀 你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呀 也将丧失殆尽 实际温家宝这句话呢 也是一语成诚 看看今天的中国 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对不对 我们看他这个文章啊 他在这个第一小段呢 他就讲出来中国官员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稿子啊 跟我前几天谈的那个中共的逆向淘汰啊 还是有点相互对应的 那么他是这样说的啊 现在的官员 为什么一茬比一茬素质低 一茬比一茬没有廉耻 一茬比一茬坏呢 对不对 他首先提出了这个疑问 然后他说啊 我沉思片刻 恍然想起二十多年前 看到的一篇文章 题目忘了 其中有一个观点 大意是 文革的恶果 要到文革一旦 逐渐成为社会中间 逐渐走向领导岗位 才能全面显现 当时看到这句话时 我心里一惊 暗暗探阅 好西地的眼光啊 那么现在看一看 身在庙堂子上的官员 哪一个不是长大的红卫兵呢 在公共场所 一老卖老的大妈大爷 哪一个又不是当年的红卫兵呢 对不对 我们再看啊 我就把当年看到的这句 独预言啊 讲给老友 老友听罢直呼 深刻深刻 我说自那以后 我就以类似于宿命论的心态 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 果不其然 中国社会自下而上 各行各业 随着文革一代 剑刺成为社会中间 尤其是当年的革命小教 红卫兵们 走上各级领导岗位 社会的大滑坡就正式开始了 这个讲得太精辟了 官员一查比一查素质低 领导一级比一级没文化 越往上走 越寡怜掀耻 连知识分子这样的文化人 也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儒雅之气少了 斯文千和没了 痞子流氓气息却上升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越往前走 我越是被这句 极富远见 着实的话所震撼 老友说 是啊 文革表面的消停 并不意味着我们民族苦难的结束 文革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对我们民族最大的伤害 并不仅仅是红卫兵们打砸抢 造成的那些物质层面的破坏 也不是经济建设方面 遭受了那些统计学意义上的损失 甚至也不是国家在科技文化驻领域 与世界差距越拉越大 而是整整一两代年轻人被毁掉了 国家的未来被毁掉了 同时把全体国人的是非观 道德观完全扭去了 做人的底线没有了 当年十几岁的孩子 二十来岁的青年 在正需要人类文明的乳资朴玉的年里 却被抛入颠框与野蛮组成的洪流之中 他们不仅仅没有学到正常的关于文明的知识 反而看到学到的是人怎样背叛 怎样护害 怎样残忍的对待同类 而且在做这些事情时 没有丝毫的不安和负罪感 文革中泡大的这一两代人 是对人类文明完全陌生 完全隔膜 完全没有认识 甚至连粗浅的了解都没有的人 是在为人处事方面完全失范 丧失了做人底线的人 是只要认为对自己有利 什么事都能做都敢做的人 想想的确可怕 这样的人呼啦啦成为各行各业的主流骨干 成为社会的中间 并大批走向领导岗位 国家怎么会往好的方向走 全社会怎么会有文明的气象 我说啊 当年我看到这句话时 虽然震惊于他的深刻和远见 但并没有敢进一步往深处想 他们现在主宰一切了 中国和世界谁能幸免他们的折腾啊 我觉得这个作者写的太好了 实际他把我小说的话 也是用这篇文章呀 一气呵成 所以啊 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天啊 在Netflix上 有一个非常火的电视 就是那个三体 那个小说呀 实际我很多年前就看过 那是中国作家刘慈欣 写的一部科幻小说 电视呢 拍的也还行 但是这个电视一开始呀 就播了一段文革时期啊 批斗这个教授的场面 在电视剧中呢 也屡次出现这个文革的画面 所以呢 现在国内的这些五毛粉红啊 不干了 就是说刘思欣写这个小说呀 是丑化我们中国人 可以说是辱华吧 而且说Netflix呢 播放这个电视剧啊 也有辱华的意思 所以号召全国人民呢 抵制这部电视剧 你想想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一个科幻小说啊 而且十几年前就发表的 现在他们就把刘思欣揪出来 要批斗刘思欣 我对此呢 还有点疑惑 因为Netflix在国内也看不到嘛 你要看就要翻墙啊 对不对 这些五毛粉红是怎样看到三体的 按照中共现在的有关规定 翻墙就是违法呀 应该去喝茶的呀 但是这些五毛粉红就怎样看到的 我觉得也挺有讽刺意味的 他们首先自己要违法翻墙 来看国外的这些东西 然后看完以后呢 然后又开始批评刘思欣这样的 著名作家 真是文革基因在作怪呀 好吧 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请你们留言发表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